前段时间 OpenAI这个当今AI界的巨头 再一次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先是发布了无比惊艳的GPT4O 实时对话 情感识别 端到端得多模态能力 让每个看过演示的人都大受震撼 紧接着 一手造就了GPT辉煌的OpenAI首席科学家 Elia突然离职 连带着整个OpenAI核心安全团队 全部解散 这大起大落的背后 究竟发生了什么 在半年前的那场 罢免萨姆奥特曼的政变中 Elia的态度本来就值得玩味 然后失踪许久 最后又突然离开 但究竟看到了什么 我觉得 在这个AI已经全面渗透进我们生活的时代 当OpenAI这个领头样 再次因为安全问题被推上风口浪尖 就真的是时候 让我们慎重地讨论一下 AI带来的隐私风险了 你上传到网上的英容笑貌 落到骗子手里 可能分分钟就能变出一个 看着是你 听着也是你 但实际上压根就不是你的AI幻象 甚至说就大家正在看的这个视频 有没有一种可能 地下也是另有其人的 大朋友们请坐 好看的小小弟小小妹请坐 今天咱们就来聊聊 AI在个人隐私领域掀起的这场血雨行风 今天年初的时候 AI诈骗上来就整了个大火 前阵子很火的deepfake和语音克隆技术 能够仅靠一张照片和五秒左右的音频 就复刻一个人的脸和声音 而且还不是干巴巴的僵尸脸 和毫无感情的机械音 复制出来的脸 表情丰富神态自然 伪造的声音不仅有顿挫 甚至还带着情绪 用这两个技术 骗子把一家叫做Arab的大型跨国企业 在网上露过脸的财务领导 全用AI学了一遍 受骗的出纳职员 进了个多人视频 在一帮总部领导的要求下 分15次向五个账户达了2亿港币 结果没成想 这场视频会议 除了他 每一个是真人 所有的领导 都是AI换脸换出来的 这就是今天大火的AI技术 让人不寒而栗的另一面 过去咱们说的隐私泄露 本质让个人周边信息的泄露 比如说泄露手机号 泄露个邮箱地址 后果无非也就是 多收到一些垃圾短信和垃圾邮件 虽然烦 但真横下心来 还是能解决的 实在顶不住了 大不了换个手机号 但是现在AI对隐私的影响 就不仅仅是对个人的骚扰 它甚至可以直接拿走 你的整个互联网身份 在你不知道的情况下 用你的形象和声音 去和你的亲朋好友交流 真是听着就不寒而栗 就像咱们刚刚展示的那样 小白说了那些话吗 没有 小白真的坐在这拍了视频吗 也没有 但我就是可以在AI的帮助下 套着他的皮 在赛博世界冒充他这个人 而要做到这一切 只需要一台还不错的电脑 一张照片 几段音频就行了 尤其是像我这样的视频创作者 在AI的帮助下 有心之人分分钟 就可以复刻一个我出来 那这可比手机号泄露严重 太多太多了 我可以一天换一个手机号 但我总不能隔阵子 就去换张脸 那这个问题怎么办呢 完全不能避免吧 倒也不是 虽然我个人 是没法控制我的照片和声音 被别人拿去客楼 但我们可以从技术的源头上 进行限制 如果这种AI诈骗行为 真的大规模泛蓝 我想它一定会受到 严厉的监管和打击 开源社区呢 也一样会积极的响应 像前面提到的这个 Deepfake技术 它的代码 就已经因为风险扩大 而停止更新了 但是有一种技术 如今呢 几乎每个人都在使用 却几乎没有受到有效的监管 而这个才是 AI时代隐私问题的最大银河 说出来呢 有的朋友可能会觉得震惊 这个危险源 正是眼下流行的 大模型聊天服务 拆的GPG也好 温馨一眼 Kimi也罢 他们在隐私防护方面 都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在和大模型聊天的时候呢 其实咱们发的消息 并不是存在自己的电脑里 而是被打包 顺着网线上传到了 运行的这些大模型的服务器上 服务器让着模型 收到消息 声称回复 再根据请求的地址 发回到我们的电脑里 最后呢 在我们的屏幕上显示出来 这其实是绝大多数 网络服务的信息传递流程 我们用微信聊天 刷B站 打网络游戏 只要是需要联网的人 都会有这么个 打包 发送 处理 返回 解包的过程 这个过程中 传递的包裹呢 虽然可能会被第三方解惑 但幸运的是呢 大多数包裹在传递的时候 都是加密的 即使拿到了 如果没有解包的密钥 那也就是一堆乱码 唯一可能造成隐私泄露的呢 就是在服务器那边 我们发送的信息呢 不可避免的 会有一部分留在服务器上 所以这么多年下来呢 聊天软件也都会把 服务器上的数据 也一并加密 这个呢 并不会影响聊天信息的传送 就好比说 我给别人发一条消息 服务器呢 根本不用管这消息是啥 只要把我转发给正确的人就行了 然后对方收藏数据 再用密码解开 整个中间过程 都没人知道 我到底发了什么 可到了大模型上 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 大模型在训练的时候呢 用的都是咱们普通人 就能看懂的名文 或者是图像 并不是加密之后的乱码 所以它能够理解和处理的 也只有可以直接阅读的文字 和实实在在 没加密过的图像原图 这就意味着 咱们发送给大模型的消息 在服务器上 都是明晃晃的在那摆着的 要不然呢 模型人数理不了 可这样一来 问题可就太大了 咱们根本不知道 这些数据被谁看见 又被拿去干了什么 全凭AI厂商的良心 就比如拆的GPT 之前的出货bug 有的用户就发现 自己居然能看到 别的用户的聊天标题 甚至是发送的消息原文 这就有点汗流加倍了 哥们 这不止说明网站有bug 更实锤了 咱们发出去的消息 一定在某个环节 是明文暴露在外的 再联系到大模型的训练 总是需要大量的文本数据 特别是真实的 高质量的对话 那对厂商来说 他们真的很难 不对用户对话 这个数据宝藏东西 就比如说OpenAI这边 他们完全放开了 ChatGPT的注册要求 结果用户就发现 在设置里面有个选项 就是同意让自己的聊天记录 进入到ChatGPT的训练集 而这个选项 只要你不专门去关 就是默认开启的 而这些用户数据 被收集起来 喂给大模型之后 这事就更说不清了 大模型的训练 就是个彻彻底底的黑箱子 训练完成之后 没人能真的完全实水 地用过某篇文章 或者某张图片 即使你的隐私数据 真的被拿去训练模型 都几乎不可能 找到证据去证明 就是说最新最热的 这个GPT4O 他可选的对话音色里 有个选项 叫Sky 听着就很像 漫威电影里的黑瓜 这个演员 还为人工智能恋爱 主题的电影 Hur配过音 配的就是里面 那个跟男主谈恋爱的AI 就在GPT4O发布的当天 OpenAI的CEO 就发了一条推特 只写了一个词 就是Hur 几乎是明示了 GPT4O 对这部科幻电影的模仿 所以Sky这个AI音色 到底是不是未经授权 滥用人家女演员的 声音数据训出来的呢 一下子就成了个争议话题 可即使这话题 在国外非常的火 也并没有任何一个人 能够真正证实 或者证伪这一点 再次吐响了AI模型 在隐私保护方面的 黑盒子问题 可目前整个AI行业 都在野蛮发展阶段 对于安全和隐私问题的考虑 似乎完全没有 技术和商业来的重要 我们发到网上的每句话 每篇文章 每张图片 每段视频和声音 都可能被某个AI模型学走 而又没人能真正证明这件事 那当下咱们有哪些手段 能保护好自己的隐私呢 最简单的 就是提高自己的隐私保护意识 AI来了之后呢 情况真的不一样 发到网上的内容 都要注意 不要透露自己的个人信息 拍了自己脸的照片和视频 自己假话的录音呢 也都尽量稍往网上发 甚至是云盘也得注意 在大厂想要帮你 一键备份所有照片的时候呢 不如还是先考虑一下 把这些隐私数据存在本地 存在自己的设备上 毕竟呢 你也不希望 有一天 他们被用来误导你的家人和朋友吧 除了这些数据方面的自我保护呢 面对感觉不对劲的视频电话 特别是话题聊到前的 大家也要留个心眼 识别AI换脸呢 也有一些技巧 最简单的呢 就是让对面伸手 遮一下自己的鼻子 目前的换脸算法呢 对遮挡处理的并不好 一旦鼻子这种 整个脸中间的位置被挡上了 AI呢 就大概率会换脸失败 毕竟呢 他很少能见到脸上长了只手的人 所以呢 就不知道咋处理这种情况 过去咱们常说有图有真相 遇失不绝呢 打个视频电话 而在未来的话 视频电话要是真聊到了钱 可能呢 还得再补一句挡挡鼻子 但未来如果这个问题 也被AI攻克了呢 所以呢 还是得整个社会 提高对AI数据隐私的重视 我们每个人自己呢 也都要有非常高的隐私防护意识 当然呢 我也还是相信磨高一尺 道高一丈 对技术的发展 没必要背首威尾 遇到问题 勇敢面对 更强大的技术 带来的是更美好的生活 至于它带来的问题 也一定能通过发展技术来解决 行 今天的视频呢 就到这 我是林一 咱们还是 下个视频见 没关系 我愿安安静静地坐在马路旁 夏天也好冬天也好 总是会有人在歌唱